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 那名字呢?我自己很被這個名字吸引,為什麼我認是基督徒? 其實是有個暗示的 這個名字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就是大家知道羅素曾經寫過一本書 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 其實內裡也有其中一章是解釋這個問題的 我起這個名字的時候,為什麼我認是基督徒呢? 我在序或第一章我也有解釋過 如果看到這樣的現象,是應該不做基督徒的 應該不相信的 如果我們只是去看到,如果覺得教會是神聖 那些人是否很友善,很和愛,很沒有奸詐 好像聖經所描寫的天國一樣的情況去呈現的話 跟我們實際去見到這麼大的反差 應該是不相信或者不留在教會 很自然應該是這樣 我不知道會說得太白了 但是為什麼我認是基督徒呢? 因為我仍然對聖經,對上帝的能力 和話語的教導仍然是有一定的信心 我覺得是,總要繼續堅持 我不是因為這些人去影響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在耶穌基督和聖經的話語上的時候 無論環境多惡劣,人多有問題 我想說,不是全部教會都是 我這句話一定要說回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明顯的現象走出來 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存在在一些教會裡面 而那些批評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所以,為什麼我寫這個題目呢? 就是,我仍然堅持要相信 仍然堅持要去傳導 無論得事不得事,撐下去 好,撐下去 拒絕麻木跟從,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